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古代最开放的时期 因为文化经济都到达顶峰 所以大家的想法就开放很多 唐朝时期的女子也相对而言更大胆 女性都爱穿坦胸装 而且还流行女扮男装 无论你胖还是瘦 在唐朝总能找到合适的服饰 根本没有身材焦虑 现在的女性都要自愧不如了 一提到唐朝女子的服饰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众多古装剧 掠血暴露的裙装 比如电视剧《五妹娘传奇》 《杨贵妃密食》等 剧中的女性,尤其是皇宫里的妃嫔 都穿得很单薄 偏爱杀裙一类的服饰 她们的服饰形象主要分为三种 汉服中的衫裙 圆脸袍服和胡服 唐代女子基本穿着三件套 裙、衫、配 肩衫还加有皮薄 这都是吸收了外来元素之后 与本来的特点融合之后的结果 圣唐世纪就有潭领 领口开得很低 而且当时经济发达 质裙面料多为丝织品 轻杀质地的服装隐约透出 女性白皙娇嫩的肌肤 勾勒出风雨的身形 看上去若隐若现 极具风韵 这也是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 一开始只是在宫里的妃嫔 和歌舞伎之间流行 后来流行到豪门贵妃之中 这样的打扮还不是谁都可以穿的 这样的裙装 有点类似西方的夜里服 流行的趋势总是发展得很快 这样的服装很快流行到全国各地 而且从传下来的画作的艺术作品 也可以看出来 三花式女徒 国国夫人尤春图等画作 均绘制出了那个时期女性的打扮 确实有袒露风气 她们普遍将波紧裸露出来 其他主要部分还是遮挡住的 从整体效果来看 唐朝时期的女装 上衣短小而长裙伏地 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让身形显得非常苗条修长 当时的服装还深受胡服影响 也就是西域人的衣服 而在腰带上运用了胡服的元素 在此之前的腰带是以金银铜铁为主 唐朝时期就开始流行叠蟹带 这种腰带有金饰装点 袋子上还扣有短小的袋子 可以用来寄屋 而且这类腰带一直沿用到北松 可见唐朝服饰很受认可 即便是现在看来也非常好看 唐朝女子在穿衣方面拥有很大自由 不仅可以穿漂亮的裙装 而且还可以穿女扮男装 而且这样的打扮是很日常的 不会有人觉得女性不应该这样穿 对女性实在太友好了 唐朝时期 护服作为 博来品非常受欢迎 而男扮女装的流行趋势 是谁戴起来了呢 这里就要提到唐朝一位很出名的公主了 她就是唐高祖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有一次太平公主穿着男装 却参加唐高祖举办的内宴 她不仅身穿男装 还将自己全副武装 唐高祖和武则天看着她都纷纷大笑 于是男装热度一下子就带起来了 太平公主要是生在这个年代 很可能就是顶流带货主播 简直是行走的广告牌 除了公主带动了男扮女装的流行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社会的开放度高 女性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活动 在唐代有节节接官妇女的说法 意思是无论什么节日 女性都有踏青游玩的权利 除了这个福利 当时的女孩子还可以打马球 放风筝 荡秋千 这在其他朝代都是男子的玩意儿 所以当时体育运动也得到繁荣发展 当时女装非常繁琐 在外面走动始终是不太方便 而且当时的女装都是脱底成裙 很容易磕磕盼盼盼 所以为了体现曲线 以及方便抛头露面 很多女性就选择了穿男装出门 这也反映了当时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超前了 除了太平公主 还有位男装爱好者 她就是著名的国国夫人 在迷画 国国夫人游春途中 国国夫人骑着马匹缓缓走来 她身上穿着男装 脚上瞪着一双长靴 乍一看很容易误认为是男子 但是细看又会发现 她身上衣服的颜色更为艳丽 而且饱满的女性躯体 被男装勾勒出来 显得俏皮可爱 同时又透出一声贵气 贵族女子带头开始男扮女装 很快就在洛阳城传开了 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 成为一般无法阻挡的服饰潮流 男扮女装的发展 与掌权者息息相关 女子社会提高是根本原因 体现了唐朝时期的文化的繁荣 怪不得很多女生都想穿越到唐朝 大唐时期男扮女装 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 从唐朝初期到武则天掌权以前 这段时期的先名例子 就是太平公主了 她是唐朝男扮女装的鼻祖 随后考古人员在常乐公主的墓穴中发现 有穿着男性胡装的女陶俑 这都是有趣可查的 武则天掌权到看元年间 经济飞速发展 而且在武则天掌权期间 女性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 有一位女皇帝真是对女性同胞太友好了 这一时期的壁画上 均有穿着男装的侍女 如果说前期女性只是模仿男性打扮的话 那武则天执政时期 就是完全与男性相同 一改以前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不得不说一代女皇就是霸气 直接向传统挑衅 谁说女子不如男 武皇实力证明 女子要是搞事也照样能搞好 而到了唐朝晚期 女扮男装的趋势明显衰退 这样的现象逐渐减少 也跟当时社会动荡有关 暗室之乱之后 大唐由盛转衰 所以这样令世界向往大唐盛世 也就不服存在了 唐朝的女扮男装 是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当时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领先世界 可以很快接受新事物 文化高度自信 这在后来的朝代中 几乎没有复刻过 女性的权利在当时得到空前的发展 这是古代最浪漫的朝代 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女子 是最幸福的古代女子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